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.NBA2022赛季常规赛,马上就结束,哪些球队,继续季后赛,哪些可以去度假了,现在,已经看得出来。每个赛季结束,都会有球星选择退役,今天这五人也可能。他们都是老将了,要么是工程深退了,要么是实力不心该退了,这五人,本赛季结束后,真可能离开NBA。 哈斯勒姆没啥说的,热火底心牵他,就是为了让人一人一成。宗和整个生涯来看,顶天就是合格首发实力。但是,哈斯勒姆,在热火了奥印深,在对史影响力巨大,在热火,是仅次于维德存在。如今,他就是扮演更衣式领袖,已经42岁的他,也该退役了。 伊哥达拉,该有的都有了,不管是总冠军,和FMVP,他都已经收入囊中。整个生涯,也是赚了很多钱,他已经有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如今在球队,纯粹就是打酱油存在,38岁的他,完全可以退役了。 他也不缺那点笔心,按实力,也赛季结束,也大概率没人牵他,铁面的离开,反而是不错选择。安东尼本赛季,是指望来湖人员梦总冠军,现在才发现自己被坑了。他本来是抱大腿,结果,自己经常扮演大腿角色。安东尼,也是稳稳名人堂,荣誉也收割了很多,该有的都有了。他得冠梦碎了,也真就没必要继续打球,去混个总冠军,对于他来说,意义也不大。安东尼,也38。